歡迎收看這不是新聞 這是荷包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陳明君 美國股市10月份連續兩天 開出了紅盤 稻窮 這兩天狂飆1590點 台股也很爭氣 昨天收復五日線 今天站回十日線 最看壞台股的大魔王說 Dead Money活過來了 還講明年台股有機會 來到16500 真假啊 馬上請教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國泰政旗顧問書的蔡明翰 明翰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外資看到16500 究竟什麼時候會來 那包含紅海的部分營收創高 大牛股也會跳舞 後續可不可以追 待會告訴你 台積電有辦法重返榮耀嗎 請問資產分析師 楓開平 楓總好 明翰哥好 台積電今天大漲了 那到底是漲真的還漲假的 後續如果它漲 還會不會牽動其他的利基股 比它漲得更厲害 等一下告訴你 好 現在可不可以買金融股呢 金融股也不跌囉 請問議員教授鄭天怡 鄭教授好 那外資調降的中信金 以造風金的一個平等 那金融股的買賣點 如何去做買賣的一個動作 那等一下告訴各位 國家隊這次真的又壓寶壓隊了嗎 上一次說要進場 美股漲這次陷空令 美股又漲 擊敗突嬰 對抗空軍 真的有貓膩嗎 我們請問這件分析師 丁趙宇 宇哥好 明星各位觀眾大家好 金融會出手了 那突嬰會不會跟著收手 第二個來講 今天出現反彈 那哪些股可以買 哪些股不能追 待會兒告訴大家 歡迎回到這部是新聞 這兩天台北股市大反彈 其實多數人都沒有很開心 前一波下跌來不及跑 這一波反彈了 你的套牢股可以爆得久一點嗎 可以爆多久呢 我們看一下 美國股市真的很給力 10月份開局來 道瓊兩天飆了1590點 今天護國神山群 全部都大爆發 火山爆發了 大摩說 明年台股有機會 佔16500 全數的來翻多 首選是台積電 真的還假的嗎 不是去年才講 Dame Money 怎麼今年開始大改口了呢 我們看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現 今天台北股市開高大漲 一度攻到13900 尾盤的時候漲幅收斂 因為今天是週選結算 今天台股是上漲了224點 收在13801點 成交量有量增 價漲又量增好現象 量有2325億元 三二法今天同數的站在買方 昨天三法投買 今天繼續的買 外資買49億元 其實不夠多 那投信買了20億 自營商買22億元 三法人合計買了接近100億元 有93億元 我想請問一下明漢哥 國家隊這次真的是壓寶壓 真的操作很神准 我們看一下從K線來觀察 當然今天是跳空大漲 昨天收復5日線 今天收復10日線 那下一關怎麼觀察 不過我們先從 國家隊的操作來看 7月10號那一天 台北股市面臨破底危機 它宣示進場 就等到了美股一波的反彈 台股也漲上去了 那這一次是在上週五的時候 在盤後發布了限空令 就連續兩天台北股市大漲 目前的關盤重點你怎麼看 就連外資大摩也開始翻多台股了 大家真的可以期待 鹹魚翻身的第四季嗎 這樣講我先看一下 今天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大漲補量破底危機結束 有量2300億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個人覺得在這個回升的階段 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部分來講就是所謂的 只有反彈 就像昨天 就是只有反彈 沒有量 其實我個人覺得 隨時有破底的可能 那重點就在量 今天有了量 就可以告訴你破底危機解除 所謂破底危機解除 不代表會往上攻高 應該是說最起碼它不會破底 它應該很有可能是一個區間 然後比較 這個比較不幸的就是 在今天中小型股是偏弱的 而且上去也可以看到 後來有留下上一線 滿多中小型股太高走低 市場還是怕怕的 重點 所以我剛剛提到 目前危機解除 但是反彈能不能轉為回升 所謂回升就是 不是所謂的相形區間了 就表示要持續往上走 我個人覺得後續來講 可能還有待觀察 好 反彈能否轉為回升 明翰哥今天的節目聊天中 給了大家很多的觀察指標 等一下一一來做檢視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頭盤的消息來自於 摩甘士丹利的台股報告 大魔王五個理由升平台股 說明年指數再戰16500 還用粗體字我們把它框起來 他說今年台股落後 新興市場明年上開16500點 因為是半導體打到谷底了 明年下半天會回溫 現在真的可以抄底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台股的股東權益報酬率優 現金殖利率高 解封有助內需消費 看好選舉的行情 那我們的國家隊也是出手護盤 國安基金明天要開例會 全處已經砸了50億的銀彈護盤 沒有意外的話 蘇建榮說 不會做出重大的決議 間接透露國安基金不會退場 那昨天國泰金的董事長李長庚也講了 災難投資法越有災難越要買 尤其跟著國安基金買 兩年之後可以賺錢 破五年限試買 破十年限拿著現金閉著眼睛買 我想問一下 閉著眼睛買 大家是要看到反彈轉成回升 才有大幅度的獲利 那明漢哥就你的觀察後 是目前你認為 反彈還不能看作回升的原因是什麼 那什麼樣的跡象出現之後 大家可以比較樂觀 OK 這塊想跟大家講兩個關鍵點 第一個部分來講 這是美國的ISM指數 這是所謂的禮拜一的部分 公布不如預期 所以導致市場 道瓊漲 對 道瓊大漲 簡單來講就是覺得 費得沒有那麼多籌碼 這是壞消息又有反而漲 對 壞消息 昨天也是一樣 這個是所謂的職位空缺 簡單來講就是目前市場上 還有多少的職位空缺 快速下降 那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是大幅的不如市場預期 但是股市又當作利多 對 又漲了一天 這簡單來講就是 利空當利多 就這五個字 我告訴大家 這什麼時候利空當利多會漲 就是空投格局 空投格局才有辦法 利多當利空來解除 你在利多 等於說在多投格局 持續往上的時候 看到利空只會跌 不可能往上漲 所以利空可以當利多 就是表示是一個空投格局 所以可能還只是反彈 對 簡單來講就是反彈 這就是所謂的空投反彈的格局 所以我覺得趨勢還沒有反轉 那怎麼樣看到反轉了 反轉來講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契機 就是這個禮拜五的非農就業數字 我們放假錢 那它有兩個 一個是失業率這紅色的線 現在大概在3.7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新增就業人口 非農就業人口 對 上個月大概在30萬左右 那這樣講就是說 現在市場預期 應該會跟上個月的數字 無論是紅色的線或藍色的吧 都會非常的接近 那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兩種 一個是優於預期 股市是漲的 你希望優於預期 但股市是漲的 對 那我剛剛提到 我們都是不如預期 最近都是不如預期是漲的 那表示是一個空投格局 多投格局就是利多會漲 利空會跌 有辦法那麼快嗎 我覺得其實差不多了 經過這幾天習力 如果市場信心恢復 就應該正向 再差我也希望出來是不如預期 但股市是跌的 我不希望又出來 又不如預期股市又漲 就告訴你它就是空投 一直沒辦法反轉 所以我覺得這個後續 這個禮拜五是比較重要的關鍵 如果最好的狀況 當然是又預期 而且股市是漲的 我們回來 雙十節過後就有很好機會 光輝的雙十行情 沒錯 那另外一個觀察指標是看美元 那美元有沒有趨勢 翻轉的跡象呢 對 應該這樣講 我們先跟大家講三條線 這個橘色是美元的月線 藍色就是美元 綠色是所謂的美股 道瓶 你可以看到今天很特殊 只要藍色的線往橘線下走 就是跌破月線 這個所謂 這個股市就會有反彈格局 幾乎每一次都有 現在也是一樣 昨天剛剛跌破這個所謂的月線 所以就正在反彈 對 可是我告訴大家 跌破月線就是反彈 但是它沒有辦法轉為 我們剛剛講的回升 這關鍵點在哪裡 就是比較長的季線 所謂大家講的法人說生死線 對 就是這條橘色的是季線 你會發現它每一次來 尤其在這段 前一段時間都曾經觸碰到 那觸碰到它隨即就出現這個反彈 那導致股市就出現下跌 所以簡單來講 這一次呢 終於有機會看起來快碰到了 我跟大家提到 這個都只能強反彈 如果長線投資人 不要因為近期很High 就跟著進去追 如果你真的長線投資人 我建議等待這個美元跌破季線 在進場 108左右 對 就在108.5 它會跳動 但是大概就在這個數字 跌破之後 我覺得長線投資人 再做比較積極的進場 至少是不是現在最危險的時刻 已經過去了呢 怎麼關注 這一塊來講 我覺得應該說 如果是整個所謂的下跌段 我覺得應該是目前來講 在尾段的一個時間點 我剛剛提到還沒有回升 所以我也不敢講 這個谷底就是前幾天 大家還是要瀑不瀑 對 但是我個人覺得 就算不是距離也不會太遠 那這主要來講 我是看這20年台股的一個走勢 這是台股的年限 只有2020 2002 2008 2011 2015跟2018 這5年 這20年來 只有這5年的年限是呈現下跌的 其他15年就是上漲 各有各的因素 因素我個人覺得不重要 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部分來講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隔年其實 都是大漲的 都是漲 除了歐債 它後續分成三年漲 才吞掉前一年跌勢 不然幾乎隔年 就吞掉前一天的跌勢 這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部分來講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今年指數在達到底部 有接近三成的跌幅 其實僅次於次代風暴 如果更重要是時間點 其實歐債反而是這20年來 跌最長的時間10個月 台灣這一次搞不太清楚 就只為了費的加速警數 就跌了9個月 其實無論是從跌幅或者是時間點 都是所謂這20年來第二打 我是覺得說 這個簡單來講就是這個隧道鏡頭 到目前我們不敢講是不是到了 但是我個人覺得就在不遠處 我覺得應該是大家要持續關注的 至少不是最慘也是倒數第二慘 代表說可能現在最差的狀況 明漢哥認為是已經過去了 觀察指標要看 本週五公布的非農就業數據 如果數據優於預期 股市是正向反應 可能我們放完三天連假回來 台北股市的行情 可以用比較樂觀的看法來看待 感謝明漢哥 那另外來請教一下 這個國安基金這次有沒有壓對保 真的滿厲害 剛才講大盤的時候講到 7月12號台股破底 國安基金宣布要互盤 台北股市就跟隨美股上漲一大段 上禮拜大家在籌雲產物的時候 國安基金儘管會出手 祭出了現空令 國家隊這次又壓對了嗎 現空令這次他出台的原因是什麼 宇哥說下跑了突嬰 逼空軍來求饒 那那些被外資借券放空到 好可憐的股票 有沒有辦法一吐悶氣呢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在這裡金儀會就職出手 我們上禮拜特別強調一個觀念 我說政策 大家都講國安基金 可是國安基金是政策執行單位 因為它是負責買單的 它是負責去買股票的 政策制定單位有兩個 一個叫做金管會 一個叫央行 所以各位要先清楚 你政策出來之後 我們後面才能自信 不要一直罵國安基金 是後面人不叫他做他怎麼賣 對 我記得我們上禮拜 還幫央行總裁稍微講一下話 這個是上禮拜的事情 不管怎麼樣 金管會這個救市出手了 記得這現空令 我們先來看幾個關鍵的股票 第一個 長榮 我知道大家對長榮這個解讀有多有空 但是我純粹是從一個怎麼樣 互盤基金 他要怎麼去互的一個觀點 來跟各位做報告 各位 長榮在減資之前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話 你們去查 在減資之前的價格 最高反彈到106塊錢 106塊錢 後來他在減資之前 一路跌跌跌到上個禮拜 這個低點 當然換算成減資 最低跌到137.5 可是那個價錢你必須怎麼樣 你必須要去除以2.5再加回6塊錢 大概約末是減資前的61塊錢 簡單講 他在減資之前是106 他上禮拜最低跌到61塊錢 波段跌了多少 42% 你進去的法人 這一個月期間全部套牢 對 短線上面 那我講嘛 國安基金你要護 或是所謂護盤基金 你要護是不是護它最有效率 因為你護了長榮 衙明會不會跟漲 有可能 外海會不會跟漲 那這三檔股票加起來 它佔全中大概接近4%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我是護盤基金 我一定選跌生的 所以你看 常榮其實在這個位階 在這個地方 在這一天 其實我有看到盤中 都有在100多張 200多張的買單 在140塊錢以下在買的 各位你看像今天最高點 大概150幾塊錢 那個時候護盤的人 到今天賺超過一個漲停板 超過10% 很有效率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來看兩個 我們剛剛提到內支 好 為什麼 大家都來講借捐賣出嗎 借捐賣出最兇的兩個 我們其他的不要講 就講兩個 這兩支 聯電跟利基電 對 對不對 我們常常講說 奇怪利基電跟聯電 今天EPS那麼好 那為什麼 長不動 因為後面有一支手 有一支手 一直在借捐賣出 好 那我先跟各位做報告就是 因為這個借捐賣出的餘額 以及像千張大戶的一個 所謂計算來講的話 它是到禮拜五 所以聯電跟利基電 我觀察到說 千張大戶其實它的買單還沒有 到上禮拜還沒有回來 可是可以遲著觀察 下禮拜我們可以再做觀察 但是如果請導播這樣子 這樣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們請導播上聯電的一個加時 讓大家看一下 時間就拉到最近這五天 觀眾朋友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對 輪贏一點 好 這邊 我常常跟各位講 關鍵紅可以很重要 這天是限空令 這天限空令 對 這天限空令 對 好 對 這禮拜五 而且收完盤 對 這兩個跳空缺過上去了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其實你在 假設你在這裡 你在這裡賣掉的 你在這一天你要買 你不管怎麼買 你的成本 都比前一天要來高 那這天也是一樣 對 也就是說你這天 我就算我昨天賣到最高的 我今天就算今天收盤最低 買回來 我還是怎麼樣要花更多錢 代表什麼 這個地方應該是有人在相對 在做一個這個買進的動作 對 那這兩檔股票來講 我覺得是觀察內資一個很重要的欣賞 特別是借券賣出這一塊 聯電跟利基電的部分 好 那看一下 宇哥剛才告訴大家 感覺有一點點 盡管會出手的限空令 就是在打壓這個 非常猖獗 借券賣出的一些 不管是內資大戶 或者是外資的動向 就看後續 限空令的這個效應 能夠持續多久了 畢竟這兩檔個股 套好的人是非常多 那台北股是這兩天的大漲 好多的跌身股也反彈 那宇哥今天要進一步教學 不是說所有的跌身股 你可以隨便亂搶 現在量也不多 哪一些是跌身反彈 你可以勇敢的追一下下 哪一些跌身反彈 也要小心 不要亂追 第一個 基期要夠低 那第二個 不是說基期低就一定是可以買 那技術面當然來講的話 是最優先 那當然要以基本面 以及它的一個所謂 這個業績來做輔助 我認為這裡面這些股票來講 第一個我們看紅跡就好 我覺得紅跡在這裡來講 它的底型打得算是比較 算比較完整 那你說底部有沒有量 有 下跌一段過程當中 這個地方都有出現量 那這個大量的情況之下 在今天來講都越過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大量的一個高點位置來講 被突破 那這個地方更不用講了 所以我們如果拿時間來看 這個區塊來看的話 是不是它今天這根紅黑 把這邊相對來講的低檔區 都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股票來講 不要追 因為它是 算是大股本的股票 那拉回來可以留意 不是說真的追 我說拉回這個地方可以買 紅捷科本身來講 純粹技術面操作 它是 對啊 這個是跌得很慘 今天突然就大漲了 半信半疑 這待會我再介紹一下 那我認為大盤跌到月線的部分 那紅捷科來講的話 基本上來講手腳要快 我認為談到月線這個地方 是可以的 那月線能不能過去 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 只是短線上面 我待會會另外一檔股票來跟大家做介紹 合金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跟月線的慣例比較大 是都可以 另外來講 金采哥 風總講的 風總講過 我們就不再提了 立凱的部分來講 我覺得可以留意 因為它最大的力度是怎麼樣 它的未來的獲利來源是授權 就是所謂的電池的部分授權 它現在想要做電池的授權 IP 它授權 對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 未來是有機會轉機的 基友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要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記得在9月19號 在東森的時候 我曾經有拿所謂這個檢測的部分 不是 叫安全監控的部分 跟大家做報告 我覺得當時明君有問過我 我說第一個 這是月線 這是十幾年來月線 從明103年 我說基友 我要特別講 基友這個地方高點在這裡 他現在在15年底部 大量在這個地方 像這個型態上面來講 他是算相對機器比較低 所以你看一下像這個基友 基友今天的一個表現 好 我們看一下3356件的表現 先看基友 對 他這個直接拉到掌停板 剛才老師說的精銳 好 精銳來看一下 其實如果這裡的話 如果沒有辦法叫出來的話 可能用月線這個部分來講 來呈現沒有關係 如果從月線的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時間拉長 拉長 拉到最長 我們到102年都可以 他也是在這邊出了一個 滿大的量 也是出了大量 他越過這個地方一個大景線位置 上個月的時候 一個大景線位置 但問題是他離高點 這個地方還滿遠的 所以我覺得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底型 長線底型 比較完整的股票來講 就可以去做留意 好 那哪一些反彈不可以追呢 剛才老師說宏捷科 在可以追的名單 可是穩茂居然就不可以追的名單 這是讓我搞得好亂嘛 我跟各位講 第一個一樣 他這個月線在這裡 月線在這裡 但是我認為第一個來講他是高價股 他高價股 那高價股基本上來講的話 在現在量不夠的情況之下 比較會容易出現一個反壓 這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他的量能在這個地方底部量能 並沒有很明確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其實他這個地方離月線很近 你要不要追 我覺得今天 像今天他直接漲停板很強 我們看今天的一個 一個降波分時走勢圖看看 從頭到尾沒有打開 開玩笑 他已經告訴你了 9點半就鎖住了 那這個明天會不會有人追 有可能 因為很多人都是去追漲停板 而且9點半鎖住 這個越強越追 但是如果明天直接跳上去 有沒有可能就直接跳到這個地方來 有可能 那這個量能夠不夠 我覺得不是說不能買 只是說你要到月線這個地方 如果你明天一開盤 直接開月線這個地方 你要不要追 我覺得不要追 我覺得不要追 因為你必須要等它做一個確認 因為這個地方有一個壓力在 那我們再看 好 六公格 好 那茂達本身來講 你可以看到 它是強勢突破 很強 很強 但是這個地方又碰到一個季線 所以季線跟月線 這個地方做確認 你不能追價 一定要做確認 這個技術面上面來講 已經很清楚告訴我們了 好 那金豪科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 金豪科本身來講的話 它這個地方 今天是留了十字線 對 你看 過了月線之後馬上出量 那出量的部分來講 我覺得也不宜追價 好 那金豪科本身來講 它形態更弱 就是說它反彈到這裡 連月線這個地方 今天還沒有攻到月線 就已經留下黑K了 好 那台辦本身來講的話 台辦本身我覺得有一點 對 今天是有點爆量 我特別要講 投信轉賣的第一天 然後就有需要殺成這樣嗎 其實這一波殺得滿兇的 如果從這個高點 其實短線上是殺滿兇的 那觀眾朋友可能會想說 這短線殺得很兇 我這個地方可不可以搶 其實在這裡我覺得不行 我也不敢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大概只有這裡要買的 投信賺到錢而已 所以嚴格上來講 投信的一個操作來講 可能在現階段上 可能會做一些所謂 比較正當的換骨動作 好 非常感謝宇哥的觀察囉